有啦 當然是有啦 像 可能 傳動軸啊 方向主機啊 什麼之類的 還是說煞車系統啊 各方面其實都有 還是說包括一些小的零件 隨著經濟變壞 是越來越多人 萬一來到台北的地方 找中國的東西 除了價格說到以外 還有這麼多改正商品 是受到這麼少年人歡迎 我會考慮 因為那個景氣 像外面的價差 有點落差 講真的 如果殺肉場有零件有比較好的話 我是建議說 也是要來找找看 因為價差 一定跟外面的市售差一兩倍 就是可能 當然是 第一就是價格啦 再來就可能一些 可能年輕人 他們會來尋找一些 可能就是一些 改裝的一些東西啦 之類的 還是說它的前後檔 整台車 只要看得到的東西 都可以貼 車門 煉餅 也就是限度路 各個都有市民上的一半 像這幾百元 新品差不多兩千塊 總共只要五百塊 嗯 如果以新品的話來說啦 如果中股的 至少都好一半一半啦 比如說兩千的話可能就是等到一千 這樣子客人都是還可以接受的方圍 如果說你可能兩千的話 你可能開到一千五 可能有時候客人就說 跟新的其實也沒差多少 可能差個幾百塊而已 他可能就選擇說 那我寧願買新的 這樣子 那你可能說 如果說新的是兩千 然後我賣你一千 其實大部分客人 其實都還蠻接受的 雖然價格屬很多 但是買中國的東西 也需要靠一些文氣 因為市場有民眾 為了創造賣 那些是買到派去的東西 做新相放的求婚 這種東西不是新的東西 中國的東西有時候 它的堪用程度 它的時間不大一樣 可能有的客人他好運的 他可能買回去 可能就 欸 用個三五年都OK沒事 那有的可能就是運氣可能比較不好一點 選到的可能就是回去 一兩個月可能又壞掉了 又要來重買 也是都有可能 所以你說爭議一定多少都是會有的 也表示民眾剛才愛心了解零件的規格以外 也會讓人請零件來做蘋果才不會花到完翁錢 不過也是由民眾認為 中國的零件比較不保重 甘願多花一點錢 在這換新品 記者參與上蔡翁報導